捏哪个护面 把那个护面让人家看出来 圆护面 平面 放我们刮刀 然后长出一部分来 这里 你看到吗 这里 前面这个手啊 按着刮刀 这里 这里刮刀条 然后把它刮刀条 这个手啊 这个手 拇指是按着刮刀片的 让它复食 这个手拇指 在按着刮刀条的 从这头上那头一抹 就可以了 完事 OK 然后你再拆卸一下 我再给你拆卸一下 你看到吗 我们把这个刮刀条 拆下来 拆下来之后 把它清洗一下 在清水里 然后我们准备 那个刮刀片 大概一边上长出 一公分到1.5公分 把它放上之后 然后 我们这个刮刀条 是有正反面的 我们这个平面 是冲我们刮刀片的 然后我们在里面 这个手指 按着刮刀片 这个拇指 按这里 然后 很轻松的就可以 现在进去 你把刮刀片拿出来的 把刮刀片拿出来一下 等一下 这样很轻松的 就从这头刮刀条 刮刀条一会儿了 我一会儿把那刮刀片 我再给你弄出来 我再给你剪一剪 你看我们拆下完 把废刀的刮刀片拿 剪下去 然后准备一条新的刮刀片 按上 大概的 刮刀枪长个1公分到1.5公分 这里要长一些的 两个多个长 然后我们刮刀条 它有个圆弧面 有个平面 平面呢 碰了我们刮刀片 把它轻易一下 按一下一点 那个润滑剂 这个手指 按着刮刀片 这个手指 按着刮刀条 你看了吗 好 这个手指 这个手指